晚安 大家好 歡迎收看瞬間看讀營 又是我主持世榮晚上和大家見面 今天星期二不是最後一個節目 後面還有大家最喜歡的 不是鬼上山 是街夜非熱淺財經 稍後會和大家見面 在這個節目中會和大家說說曾經贏過的馬匹 有些會像我昨天的瞬間看讀營節目 四年環在三T長刺都穿到回來 四重彩 甚至這條Q也挺好分 有五百多元 金莊令 另外一個匹重心推介 鬼上身無心睡眠 其實三T長刺有時不是難 是因為它太多類馬令大家混淆了 未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可以在這個節目右邊按四星龍珠 訂閱我這個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這便容易一點 就有Live給大家看 隔夜非又有很多節目給大家看 好 用這個堅仔賽馬APP功能 我們在這裏開啟統計資料 看看電信錶馬其實沒有贏過這個路程 不過馬在三班都贏過 其實夠跑的 我們用紅色心心 至於勝利在手都未贏過這個路程 不過千二縮下來一千都要尊重 正本歡心就叫它真是處女馬 至於理智我勝是這個路程贏的 你不要漏掉它才行 紅衣火王可能會揹飛 就算是十檔 至於川河專區是初出馬 蔣金王自己也是跑過一次 未知數 辣得交關亦是比超一般 炮子膽都贏過這個路程都算準 不過你五班不相信 就好像冷門有時就這樣來 豬女由拿督萬年不勝 繼續令它不勝 看看八歲馬應該沒什麼機會吧 八心之威又是有些喘名的問題馬 但是能否搞得行 可能還要再減分落斑 這裏四隻馬 有兩隻都贏過同程 另外有兩隻贏過馬 其實同場四隻馬贏過 你說真正贏過路程專家 可能前面粉紅色這兩隻都不行 反而贏過這些路程才會贏 你又好分 炮子膽這些沒有人相信 因為五班贏馬 同場有些對手 另外就是你知我姓新聖 大兩家進騎不會很熱 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 好了 稍後有隔夜非熱線財經 今天是最受歡迎的節目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我們多謝收看這個信箱漢渡夜 拜拜 廣쪽에大家感到有聲明 有本屬於是 有座 有座 損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